我国棒球职棒选手将近一半是原住民级球员 在棒球领域升聚代表 圆明会办理原住民棒球专才辅导作业计划 明年开始改由体育署接棒 将协助基层选手训练及发展 其中不仅打破教练一年一签合约限制 也将高中纳入申请学校资格 每校业务费用10万元提升到15万元 支付选手营养费 科业辅导费等项目 同时提高教练薪资待遇 约薪从3万4到5万5 以前是没有含高中 所以我们现在要加上高中 并且把薪资也提高了 所以在种种面向是比以前的更好 对于我们原住民的民族的专任运动棒球教练 是更有帮助 远棒协指出 圆明球员每100人中 只有1人可晋升职棒行列 其余退役选手生涯规划极其重要 包括教练专业智能提升 跟第二专场培训计划 提供他们就业机会 才能午后顾之忧发挥成才 教导基层球员棒球技能 华东地区像今年台东就没有人 台东地中打出成绩 就没有人外流了 所以基本上成绩也是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 推一下来的教练 去帮助这些小朋友的观念 永远都会比你看电视学的还好多 这项计划明年开始将补助12县市 共70所学校 包括台东南云高中 高雄桃源国小等偏远学校 后续也将定期前往各校访市 实地了解球队训练环境 期盼透过辅导计划 跟企业资金益助 推展圆明棒球的组织体系 原始新闻虎宋高娃 台北市采访报道